你见过这么奇葩的吕布吗 他的大招变成了这样 当时给我瞎坏了都 这件事还得从一次巅峰赛开始说起 当时我玩巅峰赛的时候 意外的事情出现了 在进入游戏页面的时候 巅峰赛的平均分突然就变得非常模糊 然后第二场游戏 以及后面的几场游戏 雪条就瞬间消失了 大家好奇一下我就玩了几把 给我的感觉就像是 进入了另一个召唤石峡谷 这里的英雄都没有雪条 你再仔细看这些队友 突然觉得他们非常小了 如果没有小地图的话 还没有雪条的上单都长得比较魁梧 毕竟是上单嘛 可不像中下单也有辅助保护 当然不排除胜虚难啊 上单带个辅助是真的过分 不过我的大招马上就好了 接着我一个大招过去 然后又给我整梦去了 这两人飞这么高的 第二局你知道吧 这个吕布和刚才的吕布完全不一样 像打通了任督二脉一样 看这波一击啊 一见面就给我来个激光横爪 当时我害怕急了 手机都差点掉厕所里面了 然后凭借自己一波神仙走 也成功的死掉 突然我发现 他放技能的时候是不能动的 还是被我发现破绽了吧 但是这个新发现 我先手一手沉默 再用凌波微步左右横拉 躲掉他沉顿的伤害 再用二技能慢慢的磨 可以看到这个吕布已经气急败坏 不停的挥舞方天化景 但是又有什么用呢 在压师面前 你就等着被审判吧